我们今天跟你讲的话 最主要的话是怎么样子把自己的球 就是训练的球过渡到比赛当中去 就是比赛当中 这些球的位置一定要管得住 那么第一个注意 你看我们下面的脚 我们在这里等的时候 我准备发球等的时候 这个位置都有 那这个位置的球你要这样子去拉 这个位置的球是这样子去拉 然后的话就是在拉的过程当中 注意看弧线判断好弧线 我们的小碎步不要是打完以后颠得太快 这种拉的这种球不要颠得太快 就有一点点启动就可以 知道吧 我们尝试一下 你看我们的护台位置是二分之一台 注意 你看这板球就 侧身位就没走出来 怎么要 这板怎么要 没要住 再来 再过来 你看 要住 你看 你看对不对 你看中间不对 你看你这个问题很严重 那你来去发一下 那你去发一下 你在这里看 你看 你看你要过来的时候 这个小碎步是这样子 左脚右脚发力 这样子过去蹬 有这个动作才是要过来 如果说我们要过来 站直在这里 顶住了 动作一拉就飞了 你看这是怎么要的 看好这样子 这样子要过来 重心还是这样子的 而不是过来了以后 要过来 要重心变成这样子的 这球就没了 看到没有 他还有重心 而不是过来以后 没重心了 你看 是不是 来你试一下 这板球 拍头甩住 要是对了 注意 侧身位的球一定是这样子跑的 你看 到了位置一定要有重心 对吧 很好 好 现在试一下圈 三分之后 他不定点的这种球 注意这板球 不紧 对 不要紧 一板一板球 要做 对啊 漂亮 对 对 对了 这个球就是要处理这方面的 这个位置的球 明天 过两天 我再教你处理这方面的球 从这个范围 这些球传不管 还有这个位置的球 就出来这个位置的球 比如说碰到左手 你要翻一个小三角 这个球怎么去拉 还有铺到这里 底线 顶到这里的球怎么去拉 你要先把这个球处理好 以后站位的时候 你应该发到这里 你正手强了 就直接这样子要过去 就可以拉它了 对不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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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